本节目由天成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各位你们好 这里是新西兰的奥克兰 我们今天在奥克兰国际艺术空间的这个画廊里面来采访一位画家 这位画家是王孝 去坐在我的面前 你好王孝 你好 咱们是初次见面 你好 很幸 王老师那是来自于中国吉林省 来到新西兰的时间很短 你记得什么时候来的吗 我是19年的12月19号入的境 12月19号还不到两年说起来 今天是12月的6号 再有半个月 再有半个月 对 是的 你怎么会来到新西兰呢 我是18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跟我母亲跟我爱人一起来这边旅游 就觉得这边很好 很喜欢这边 对 就很喜欢这边的环境 因为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就是自然环境 对 觉得空气也比较清新 然后觉得都挺好 跟着留团 自个儿来的 对 就自个儿来的 待了多少天 待了十两周多吧 两周多一点 去了哪 当时还是在奥克兰 没去南岛 在北边基本上玩了一圈 那可能你去了南岛 可能就立马决定要来这里了 是吧 因为南岛非常漂亮 是的 最后那次就萌发了这个想法 对 那你现在是和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还是 我跟我夫人一起 我们两个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那挺好 那等于是12月19年12月19号来 那次来的心情和第一次来的心情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第一次是旅游嘛 对 船是玩嘛 第二次要把这准备 要把这当家嘛 是这样的感觉 那你是 因为现在这几年来的新的移民 也挺多的 像你的这种状态呢 我已经来了快20年了 所以像你来了之后的那种 你怎么去安排你的生活 怎么把你的心安定下来 你最初的事是怎么做的 最初的时候 就是其实也是到处走一走吧 对 就让自己轻松一些 然后 也会时常的跟国内的一些朋友去交流 也是一种宣泄的方法 让自己安静下来 然后跟他们分享这边的事情 然后见到的一些见闻 然后互相去沟通了解 然后在这边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就这样慢慢过渡过来 你除了第一次来旅游的时候 你在这有朋友吗 本身有朋友在这里 有 我旧家的有个姐姐在这边 那算是亲戚 对 亲戚 他在这边来了几年 那你应该来说 对了解当地就容易多了 对 不像有些人说下了飞机没人接 对 都不知道去哪 那倒没有 这样的人也有 那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对 对 我们都知道您是画家 您是画家 那你是想的是来这里是 还是要从事画画的工作呗 对 还是希望能稳定了以后 就是有一间自己工作室 然后还是能去画画 对 更多的时间去画画 这还是自己的愿望 你觉得画画能养活自个儿吗 我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 那就不奇怪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如果纯是靠卖画的话 可能会艰难一点吧 对 但是这个过程总要去度过 然后这个期间也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教科呀 因为我是学这个美术教育专业的 OK 很多小孩学画画 对对对 包括年龄大一点的 也有啊 对也有 对这个也是一个经济来源嘛 对也是维持自己生活 然后可以坚持去创作的一个方法 对可以去平衡一下 这方面已经完全的开展起来了 对现在就是在这边也是教一些孩子啊 可能疫情的原因有受影响了 那是在网上教学 对然后更多时间就可以画画了 自个儿画画了 对就可以就又有自己的时间就更多了 那在新西兰来有没有卖画的经历啊 就卖过很小的画 卖过吗 卖过很小的一个小画 OK那是第一幅作品卖出去 对对对对 那是啥心情 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就是 本地TV买了你的画 对 那是个什么画 就我画的一个小猫 就很喜欢在木板上画的 木板上画的小猫 对对 那是在一个展览的时候吗 不是 是就是我爱人就是发着玩 就是发到了那个Facebook 哦 然后就有人联系我们 是吗 对 他是哪里人 买的那个人不是新西兰人 是新西兰人 是新西兰人 就是新西兰人 Facebook看到的 对 他就在那上面看到了 然后就就想要 就要买 对 你能说你那个卖了多少钱吗 那个很便宜 就是大概一百纽币 就很小 很小一点点 而且画的木板上 对对对 在小木板上画的 很便宜 但他也很喜欢 但是对你来说 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至少你画的东西 在本地的KV能够认可 对对对 这应该是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不知道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这样的 就是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就是一个小画 然后给你很便宜的卖 对对对 然后还是觉得有人认可嘛 并且是当地的这个KV有喜欢 喜欢我的这个小画 我觉得挺开心的 你来了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了 你觉得新西兰的现在的这种状况 适合画画的画家在这里生活吗 适合 为什么 我很确定 因为这个环境比较宜人 然后这个节奏又没有太快 并且这个国家我觉得就是 只要你肯去动手去努力 就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 然后你就可以有时间 可能在国内的话 比如说是职业艺术家 这边可能就不一定是个职业艺术家 可能去做一点其他的事情 然后就再去画画 那种心态和状态可能更好 我觉得就更轻松一些 对这个去创作来说也更有益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好 那因为新西兰的风光非常的美 很多人都说了摄影的人来说 你倒入外面随便对哪个方向 只要按快门 然后那都可以作为 就是电脑桌面那种感觉 是吧 都是这样的 你从画家的角度来看 你来到这里也是那种感觉吗 也是 也是 也是这种感觉 就确实很美 就是就感觉自己活在画中 就只有那个感觉 真是这样的 是这样 就蓝天白云绿地 那种颜色没有那么高的楼 给人的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厂快 特别舒服 确实很舒服 那你去了哪些地方 这两年都在疫情当中度过 对 基本上 就是但是又去那个黄后镇 黄后镇也去了 对 那边去了 然后在整个这边 北边这个北岛基本上都 都走遍了 差不多了 贵宁顿那边 然后再往北到最北边 也是 老当之前 对 那个灯塔 对 九十雷塔 对 都去了那边 都挺好 很喜欢那边 是吧 对 你觉得在你 在这个 在这个 当然你才两年的时间 对新西兰的了解 可能还只是停于表面 对 停于表面 但是你想坚定地想留下来 是 是 我很喜欢那边 当然现在的PR正在申请 正在审批当中 但是呢 作为你要真正把这里当为 当做自己的家来 来这样思考的时候 你对将来的前景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 包括这种互联网的发达程度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专业 职业的工作人员来说 没有太大的障碍 没有太大的障碍 没有太大障碍 就是比如说 一旦疫情好了的话 随时回国去参加一些活动 做一些展览 包括邀请国内的一些 艺术家朋友来这边 也都是很好的这种交流活动 就是没有太大的局限性 我觉得这都挺好的 这个刚才您说到的 因为是这个科技的发展 网络啊等等的 这个发展 所以呢 你其实跟外界的交往 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在新西兰在这个一年 快两年的时间当中 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特别痛苦的事 特别痛苦的 好像还真没有 就我天生比较乐观 还真没有什么痛苦的 那高兴的事呢 高兴的事 就是也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是您这么一问 也没有什么 就一下能想 就每天好像都挺快乐的 感觉是天天都很快乐 所以想不出来 这个 对 没有什么特别烦心的 也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让自己 就一下就乐开花 那种感觉 那你会经常会想到 你觉得你的这种 这种想要移民的 这个决定 你觉得对吗 现在觉得 还是有没有过后悔 没有 因为国内的 国内的那个 那个画画 等于是市场 艺术市场 比较更大 对 也没有后悔 对 我觉得就是 还是像刚才说的 就是这种交往 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便捷 还是带给我们这个好处 对 就是跟国内的一些机构 一些画廊 还是可以合作 比如说画完的画 优惠 就比如说有喜欢的 或者怎么样 都可以 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没有后悔 没有后悔 并且我觉得确实很舒服 在这边生活 是吧 你在等于是你画画 你画画和教画 对吧 对 本地的这个 这个艺术市场的 KV的艺术市场 但是因为它市场小嘛 你有没有在跟本地的这些 本地人打交道啊 等等啊 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 让你觉得 哎呀 我的想法是这样 他的想法是那样 发生一些 一些碰撞的事情 也有 但都是很小的事 比如说 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是 其实我外语不是很好 交流的机会就少一些 但是我在这边 读了一段时间 语言学校 对 就最小的一个事 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跟我们那个 杨人老师聊天 就是他发现 我们那个水 水瓶里的水都是温水 他说你们怎么能喝温水呢 就是这个是 我就觉得很小的一个事 但是典型的不同 咱们一说你头疼了 快快喝点热水 肚子疼快喝点热水 他们永远都是凉水 看我们喝温水 他就很差异 你这温水怎么喝 就是他会有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就很小的这种不同 但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你在人家上旅言课的时候 发现 其实这个事呢 早都人家就说 一个外国人 如果在中国待得久了 他的标志 最主要的标志 就是他要喝热水 对 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